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更深入的介绍以及分享 我们欢迎余老师 余老师你好 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想要跟余老师讨论的是 国际RN就业市场的专业分析跟评论 想要请问一下余老师 再帮我们解释一下RN到底是什么东西 那我们这个社会为什么会需要RN 以及RN这个东西 它在我们国际上面的未来趋势里面 有什么样的发展性 好 Sophia 我来做一个解释 什么叫做RN RN是叫做注册护理师 它是在护理的层级上是最高的 那未来的趋势 因为过去我们都了解 在欧巴马总统 他的第一条的政策改变里头 他是希望把RN注册护理师逐渐的走入社区 因为人口的老化 他需要更多的护士走向族群 走向老人的社会里头 所以他在未来的改革中 他就把所有的护士 大部分都要训练成社区护理 他能够独当一面 因为在将来的趋势里头 护士只留在医院里面的就是开刀房 急诊室跟加护病房 那他会也让这些护士走到社区的护士呢 渐渐的跟医生是同等待遇 同等阶级 薪水也是一样的 这么高 所以相对的把护士的他的薪水 他的待遇 他的职责提升了以后 那医生也就相对的往下拉 所以在美国的这个医疗政策体制里面 他未来是需要更专业 更多的美国RN注册护理师 是 那想要再请问一下岳老师 如果说我们想要在国外的工作 可以轻松自在开心 然后又很如意的话 成为一个海外专业护理师 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 才可以比较轻松自在呢 当然我们先需要考上 RN护士的证照之外 我们首先最重要的要求 克服到心理上语言的障碍 因为这个是人与人之间 沟通的一个桥梁跟工具 如果没有一个很顺畅的 沟通能力的话 他在工作上会比较吃力 那在他的压力上也比较大 那基本上来讲 我们的技术 我们的专业 我们的经验是够的 唯独缺乏的就是语言 所以如果能够驾轻救手的话 可能在语言上要多加强 是了解 所以说语言好像真的很重要 因为岳老师一直不断在强调这件事情 那想要再问一下 岳老师你之前提到说 现在国外政策的改变 那护士的地位慢慢的再提 被提升了嘛 那想要请问一下说 就于老师你的经验来说 护士在国外工作的护士 真的待遇真的就是这么好 福利就是这么好的吗 真的吗 是的 因为这个福利待遇跟他的工作的时间 还有他职责的区分 这个都是有机可查的 只要上了任何州 因为美国各州的州法是不一样的 但是你到各州的去查 他在护士局里头 他有非常明确的工资待遇 甚至护士他要一天照顾多少个病人 他都有一个规定的法规 那就待遇来讲 可能以目前来讲是以加州跟纽约州 是在美国最高的 就像我讲的 就是假设他是一个完全没有经验的护士 他在加州取得工作 那他起薪是以5000块的美金当月薪 那如果说呢 在他的退休金的制度上也是一样 他有权利去储存他的退休制度 除了经过他的薪水扣的税之外 他有储存在社会局里头的基本的退休金 那当然是我们必须在59岁半 才可以领到我们政府的 州政府的退休金之外 他自己私人可以跟医院里面储存他的退休金 所以将来在他的退休的制度里头呢 他可以领取两种退休金 一个就是由州政府给他从59岁半就可以领了 另外一个呢 就是他每个月储存 比如说就是他自己储100块钱 那相对的医院一定要再帮他存100块钱 当然在这个退休金的里头呢 他是可以预支的 就是说在他的私人存的退休金的里头 他可以预支的 比如说有些同学他们想要过了那边 大概两年以后 他们为了要能够抵税 所以呢他们就会预支他的退休金来买房子 那这个可以足够他当做他的投款 投期款 这就是最大的不同 那他的加班费是很清楚的 假设你超过了公司12个小时 那你有多一个小时的加班费 就是你薪水的两倍 这是很清楚的 最最重要的不同 就是他的职责非常的清楚 比如说我今天做阿安护理师的工作 我就是做阿安护理师的工作 到了下班你该下班 就绝对是你该下班的时候 当然有些同学也会问我 中间12个小时工时这么的长 是不是很辛苦 我就举例来讲 如果以白班早上7点到下午7点 那通常最忙的时间就是从7点到9点 为什么最忙 因为中间第一个在做交班 第二个在做病人的 要去看病人 然后要给药 然后要去问病人的状况 到了9点到11点 是我们阿安护理师 他们开始轮流 做一个15分钟的Coffee Break 这个就是有一点点不一样 那到了11点到1点中间 就是各个阿安护理师 轮流吃半个小时的饭 那这样子我们就变成 有一个休息的时间 然后到了下午1点到3点 那又是我们阿安护理师的另外一个15分钟的Coffee Break 所以他等于是非常人性 不会很匆忙 也不会很劳累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到了3点到7点中间 他是一个比较忙碌的 因为要准备交班 准备要写他的病理报告之外 他还要去把今天医生给的药方处方 他要做一个检验 他才可以下班 假设今天我有事情 我想要提早下班 并不会影响到你的权益 或者是影响到你将来的休假 为什么 因为我可以告诉我的护理长说 我今天要早点下班 那你就可以在早上的15分钟 跟下午的15分钟的两个Coffee Break 加起来30分钟 再加上你中间的30分钟的Lunch Break 所以中间有一个小时 你就可以提早一个小时下班 这个就跟我们有一点点不谈一样 跟我们台湾护理的制度有点不一样 当然在美国的护理师 他有一个严重的把关 就是一个护理师最多只能照顾5个病人 一天最多 那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他是照顾5个病人 那是满床 所以他照顾5个病人 假设他今天不是满床 他可能只照顾3个病人 只照顾4个病人 那只有急诊 他是照顾1个病人 加护病房照顾1个病人 手术室是照顾1个病人 这次跟我们的制度也有一点点不一样 所以为什么大家想要趋之若鹜的有这样子的工作 而且大家也愿意千山万岁远离家乡去找这份工作 因为他在制度上会比较对我们护理师的事比较有保障的 而且不容易有工作职场上的伤害 这个是最大的不同 那假设来讲就是我们也讲他们的班表 通常我们台湾是三班次 那在美国呢只有两个班表 所以非常的清楚 假设我今年我在年初的时候 我就跟我的护理长讲 说我今年我整年我都要拿晚班 那他是给你晚班的 不会有任何的变动 你就很固定 你可以有你的计划 有你的想法 跟有你的一些进修的机会 那假设我说我全部都要白班 那你就全部都白班 当然这里面有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 假设我们护理师要进修 那么通常来讲 医院是优先让你拍班的 这个是最大的不同 这个听起来真的是非常的梦幻 这个工作 可是我想要再请问一下 余老师 以你的经验看来 就是当然我们知道 RN护士除了有非常优渥的薪水 非常好的福利之外 在专业提升的这个方面 医院有没有办法给我们的RN护士 什么样的帮助呢 有的在台湾出去的护理师 通常都会利用医院的管道 然后再进修 比如说他想要念硕士 博士 甚至他想要考专科护理师的证照 当然也要是当时的医院的经济条件 跟医院所需要的人才培育 那医院是完全支持 也完全配合 这是给我们护理同仁师 最好最好的一个待遇跟福利 是了解 各位观众朋友 所以说我们了解到了 RN护士它真的是一个很好的职业 因为它不但有非常高的薪水 非常人性化的福利 非常完善的制度之外 对于我们内在自己专业技能的提升 它也是可以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 也是可以带给自己相当大的提升 今天我们非常谢谢余老师 再来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宝贵的事情 谢谢余老师 谢谢您 谢谢 也谢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 那我们的节目就先到此为止 下次再见咯 拜拜 拜拜